现在我们来到了海盗船的展馆 可以看到这是一台Corsair One 也就是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的一台主机 这是一台非常神奇的小主机 因为它在这么小体积内塞入了两个240冷排 这边是给CPU进行散热的冷排 而这边是给显卡进行散热 整机从两侧进风 从顶上这一个140的风扇出风 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巧妙 不仅是安静而且散热效果 还是可以得到一定的保证的 那么待会我们就来看一看它散热究竟如何 这台机器的配置同样也不错 因为它使用的是7700K的处理器 以及1080的显卡 据说还有一个1080Ti的升级版本 会把SF400电源升级成SF500 这台机器唯一的遗憾是采用的是 Theta的固态而不是M.2 那我们也是希望在之后的版本中 能有M.2的固态得到支持啊 不过啊虽然它采用的是水冷的散热器 但是毕竟体积这么小 我对它散热显然是担忧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双烤一下 那我们现在是开启了双烤模式啊 同时开启X64的FPU烤机 以及Firmark对显卡的烤机 然后可以看到现在过了五六分钟的时间 这个CPU已经开始出现 throttling了 已经开始有点过温了 这边的温度 Corsair Link里面可以看到 已经达到了九十多度的样子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这个1080反而只有53度 1080的功耗 实际上是比7700K还要高很多的 但是7700K毕竟是一个硅脂U嘛 这我们已经吐槽的无数遍了嘛 这就让我想起了啊 i9处理器 它的一个低端版本 同样是使用了硅脂 这个就非常的让人头疼啊 那么我们也是觉得牙膏场 什么时候才能良心一把呢 不管怎么说这个机器本身的散热 还算过得去 但是因为使用了一个硅脂U嘛 所以说也是被坑了一把了 相当于是 OK 前面我们已经看完了 非常秀珍的游戏主机 考CR1 然后我走出来之后 发现一台非常非常大的游戏主机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主机 就是这一台 前面有8个120毫米的LED风扇 这么大的体积它到底塞了些什么呢 我们大家看一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是新的这个分体式水冷 海盗船官方呢 说他们的这个水冷是从德国制造的 价格可能会非常信仰 包括GTX1080Ti公版使用的冷头 还有包括整个的各个的关节 都是德国制造的 然后这个可能是中国造的 然后它的体积 塞得下两个巨型冷排 而且塞得下很多硬件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里面其实有两张显卡 两张哦 这两张GTX1080Ti如果只是装在同一个主板上的也就没所谓了 但是这里面是两个主板 一个ATX主板 一个ITX主板 没错这其实不是一台电脑 这是两台电脑 两台电脑哦 你们可能会问这里面装两台呢怎么开机呢 其实啊我要告诉你们这台电脑的开机键也有两个 毫无疑问的顶上呢它有一个开机键 然后另外一个开机键在最后面 其实如果你觉得只是能一个开机键开一台电脑的话 这也就不稀奇了 只不过把两台电脑都集成在一起了嘛 但事实不是这样 事实是不管你是用前面的开机键 还是用后面的开机键 这两个开机键都可以任意控制是哪一块主板 也可以任意控制是不是同时控制两台主板一起开机 这就很不得了了 你想想看 你一按 然后两台电脑同时打开 你一台电脑比如玩游戏啊 一台电脑做直播 完全没有问题 一台电脑推流哈 然后或者你在家里面和朋友一起直接用一台电脑来玩局域网游戏 这非常不可思议我可以说 这台机箱还有一个特点是你从外面看不出来的 其实这台机箱里面可以装8个2.5寸的固态硬盘 和5个3.5寸的机械硬盘 如果你把机械硬盘的盘位用来装固态硬盘的话 它里面可以装18个固态硬盘 所以说这台机子可能说是我见过的最像核弹的一台电脑 你可以塞下任何东西在这台机箱里面 在看完两款海盗船的重磅级主机之后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台更漂亮的主机 它强在什么地方呢 它有一个凹音罐的灯光 就是全部都可以通过一个软件来控制的灯光 现在呢我们开启了这个跑马灯模式 不管是耳机 鼠标 键盘 还是鼠标垫 还是机箱里面的这些海盗船的所有的RGB产品 都跟着一起来亮 那么不管是颜色还是它的亮度都是同步的 那比如说我切换一个模式 所有的灯光 所有机器里的灯光 都会跟着一起来改变 就像这样 包括像最炫的 这样的模式 根据海盗船官方的说法 他们之后呢将会让这个软件支持所有海盗船的外设 以及不是海盗船的 比如说微星 技嘉华硕等主板厂商会跟着一起支持 就像现在 这边的主板已经支持了这项功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主板的RGB灯 也是可以通过这个软件 来统一进行控制的 不管你是耳机 鼠标 键盘 或者是其他任何的跟海盗船相关的设备都可以通过它 那么这个软件呢 海盗船是说会在2017年底到2018年初推出 然后呢可以控制一切海盗船的设备 我还看完了刚才三款主机之后啊 我还看到了非常闪耀的东西 就是海盗船新推出的复仇者内存 那么这个复仇者RGB内存呢 它还是一个RGB灯光啊 那么主板是技嘉的AORUS GAMING 7 再搭配这个主板的时候 这个灯光啊确实特别的漂亮 而且内存的频率是4133兆和 很可怕对吧 当然这绝对不是最可怕的 因为我在这看到了DDR4600 双通道内存DDR4600的频率 我不用再多说什么了